好 那麼我們剛剛有請老師先把這簡報檔案跟這兩個小軟體下載 那這兩個小軟體主要是輔助老師在平常的作業也好 或者是像你在做網站還是收集資料之後蠻好用的 一個是針對剪貼部的加強 一個是針對剪貼部 另外一個是抓螢幕上的畫面 螢幕上的畫面 那麼我們在這邊待會老師您解壓錯之後 然後在這個這裡 好 我看一下這裡有一個DITTO的 DITTO這裡 好 老師進去之後會有32或64 那您哪一個版本沒關係 我們這邊應該都是64了 所以應該都可以 如果萬一老師不知道你用32也可以 這裡是不是有個這個對不對 您就直接點兩下執行就好了 那麼有執行之後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 在這裡 您看一下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 有沒有 好 多了一個這個 那待會呢 在剪貼部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用到 就有用到 就像這樣子 那麼另外一個呢 它是這個 叫做PickPick 這個是抓螢幕的 一樣點擊是有一個執行檔 點兩下 執行了之後會在這裡 在這邊 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確定了 這兩個你都執行了那就OK了 那簡報應該就沒有問題 簡報您直接打開 就會看到像這樣 那我的聯絡資料 還有部落格都在上面 好 所以如果說老師 您有需要先找找我的資料的話 昨天我才找到網路上 有我有一些隱私的資料 我請某個學校老師幫他下下來 我不知道老師平常沒有找過自己的知名度 蔡奇亞秒就不用了 因為蔡奇亞秒太多 但是我的還好 好 那您從這邊一打 基本上您這樣就可以找到我的資料 我連那個電話啦 Email上面都有 所以您這樣應該就可以找到我的資料 電腦那都是我的 然後還有一個 如果你找到是畫家的 蔡奇孫的兒子 也叫蔡素 就跟我無關 這樣好 OK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老師呢 您先把我們的基本環境做好了 然後呢 您跟我剛剛一樣 先進到這個學校的協作平台這裡 學校的協作平台 我把畫面就還給老師囉